从没见过如此变态的入会仪式 用电钻磨平牙齿 用激光消除指纹 再用滋水墙在胸前纹上一个24颗拉的黄金圈 最后再吃上一口刚出炉的人肉夹馍 这样才算加入了这个世界最大的犯罪集团 黄金圈的超级会员 而这个地中海就是黄金圈的头号杀手 但小帅一眼就认出 对方正是当初王牌特工的落选人大壮 大壮手绝AK逼迫小帅上车就范 小帅乖乖打开车门 却突然一个反手将大壮推入车内 接着在司机的带领下 两人在车中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没想到大壮竟然装上了机械手臂 在手臂的加持下 他硬是正面刚下的小帅打出了所有子弹 但不幸的是 司机降落出在大鬥中被误伤身亡 结果汽车失控 突然撞上了前方的石柱 大壮瞬间被甩出车外 而机械臂却留在了车内 接着小帅一个按钮 机车瞬间爆改升级 随后他一顿牛逼操作 甲克城顺利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最后他潜入水下 然后跳下82年的划分池 成功打卡下班 然而万万没想到 大壮的机械臂竟然自带远程操控功能 他利用手臂轻松破解了汽车的密码 从而窃取了所有王牌特工的相关资料 就在小帅会见老赵人的时候 所有特工基地 瞬间被12枚悬航导弹 移为平地 王牌特工就此覆灭 只有小帅和低致没有录入系统的梅林 成功侥幸逃过一劫 按照规定 两人启动了末日协议 利用特工徽章打开了创始人留下的保险柜 准备从中找到救世林方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柜子里竟然只有一瓶过气的茅台 就在两人大所失望时 小帅却意外才评比发现了神秘意志 根据地址 他们来到了每个墨西哥的一家酿酒厂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兄弟组织 联邦特工 但更意外的是 他们竟然看到了早就应该牺牲了的队友哈利 原来一年前 哈利被狸克局长一枪爆头后 利用先进的凝胶技术掉出了哈利的性命 接着使用纳米机器人修复了存伤的大佬 成功把哈利救了回来 但他们还没有高兴多久 一场波及全球的病毒危机突然爆发 感染者挟着全身出现蓝色斑纹 接着变得异常活跃 最后受害者又会全身僵硬 几下流血而亡 而病毒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黄金圈的面粉交易 他们的手里花姐 凭借手里的独家解药 威胁总统将面粉合法化 联盟特工利用追踪器 从大壮的女友那里窃听到了解药的位置 于是小帅和哈利联手联邦特工曼哥 一起前往意大利雪山 去窃取拯救世界的解药 高空缆车突然失去控制 开始加速地旋转起来 娘人联盟抓紧拉手 想要摆脱离心力的控制 然而旋转的速度却被突然调到最大 拉手被瞬间拽弹 娘人被死死地按在玻璃罩上无法动弹 眼看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小帅就要当场昏死 这时 对面的曼哥拼尽全力 拿出特制的电锁 立马在玻璃上打开了一个洞口 接着用鞭子抽到懒绳 终于停止了懒车的高速旋转 但下一秒 懒车就开始急速下坠 而下方真是白血哀哀的悬崖峭壁 眼看既要撤毁人亡 忽然 懒车心愿地落在了山坡上 但紧接着 强大的惯性 就撞毁了前方的铁塔 一阵催骨拉朽后 蓝车又惊险躲过了青岛的铁塔 两人毫不宜松开一口气 却突然发现 他们正急速地撞下山下了老年托儿所 危急时刻 小帅一把叫曼哥推到洞口 接着立马打开了对方的降落伞 在所有人的喇喊声下 蓝车终于在最后一秒 缓缓停下 然而 两人刚来了木屋和哈利街头 就遭到了敌人的追杀 曼哥连忙冲上去掩护小帅 却意外打费了对方手中的药瓶 拯救世界的解药 就这样富之东流 接着他重处木屋 逃出自己的心源锁链 瞬间解决了一种小卡拉咪 但紧接着 敌人之源就赶到现场 无数把重顶机枪 将三人团团围住 就在这生死关头 哈利却取起手枪 一枪打爆了曼哥的脑袋 还没来得及解释 外面的敌人就突然火力全开 开始向木屋步步逼近 两人躲在角落 几乎无法动弹 然而哈利却不慌不忙 从包里拿出一瓶特质香水 接着暗下的开关 十分潇洒地扔了出去 只见一道逆光闪过 当小帅看向窗外 门外的敌人 已经全部变成了艺术雕像 原来哈利靠直觉判断 曼哥是故意打翻了解药 于是怀疑他是敌方的间谍 但小帅却一时难以相信 他联盟给曼哥 注射了凝胶技术 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结果在小帅准备继续去夺取解药时 却发现存放解药的实验室 已经被敌人彻底炸毁 好在他们通过情报 发现了毒贩花纸的大本音 于是三人连夜乘坐飞机 前往柬埔寨拯救世界 一行人身穿西装领带 手持扫雷装置 在热带雨林中小心前行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贩毒极端的制毒基地 可就在三人准备分头行动时 小帅不小心踩中了地雷 梅宁见中 联盟拿出冷冻喷雾 动出了地雷的出发器 结果在他们撤离的瞬间 梅宁却接替踩出了地雷 原来冷冻的时间 根本不能支撑他们全身而退 为了掩护小帅他们完成任务 梅宁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 接着他放声歌唱 吸引了门口所有看守的注意 随后他引爆地雷 成功为小帅他们炸出了一条血路 趁着关门的空隙 哈利打开降落伞 顺速带着小帅冲进基地 随后便与敌人展开了疯狂的交火 咱们炸出了一条血路 两人配合默契 很快就歼灭了全部全眼 花姐见识 联盟让大壮带着控制解药 焚发着密码想逃跑 小帅健壮立马紧追过去 但哈利却被机械狗缠住 面对机械狗的疯狂撕腰 方带预想很快就支撑不住 哈利只能气散逃跑 结果却意外来到了毒贩的人体改道事 情急之下 哈利一把鲜翻锅炉 将一百零五度的黄金液体 倒在了机械狗上 这才让他彻底报废 而另一边 大壮在机械手臂的加持下 硬是打得小帅毫无招架之力 他小帅利用高科技手表 成功入侵了大壮的手臂 失去手臂的辅助 大壮很快就败下阵来 最后小帅用力一挥 扭断了对方的脖子 终于替死去的铜板 报仇血恨 两人最后冲进大厅 给花姐注射了加强版的病毒 花姐别无选择 只能交出解药密码 但接着却因为中毒过深 领了盒饭 最后的最后 哈利输入密码 成功启动系统 顿时储存了世界各地的解药 立马通过无人机 发放给了所有患者 一场世界危机 再次被他们成功解除 而小帅也在哈利的电影下 成功引起白富美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影片到此结束 胡二仙 我们下期再见